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iles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存储的实现 那么在上几课当中呢,我们来讲解了一下 在数据库当中,如果想要进行查询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Circle拟据 来,我们看一下代码 那我在这个PresentDO当中呢 我写了一个Query方法 并且呢,咱们给定一个Circle 然后使用我们当前速度对象 调用RawQuery进行查询出来这个Caster 然后提供给我们前台的这个SimpleCasterAdapter 这样的话,它就做到了在我们PresentDO 执行Query方法查询数据库 拿到的Caster游标呢,把它当成数据源 然后扔到我们SimpleCasterAdapter当中 进行适配显示 那在我们本节课当中呢 我们继续向下进行讲解 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分页操作 分页查询某些数据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呢,我给大家写一个类 然后我们实现分页的功能 OK,类名呢,我们把它叫做 QueryBarPageActivity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QueryBarPage当中 我们实现分页查询的效果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附用一个布局 就是我们ActivityGang SimpleCaster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类似的View 那么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查询的数据呢 它是Caster游标对象 对吧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里面的数据 是怎么样显示到我们这个页面当中的 它只是用到了系统提供出来的一个适配器 而在开发当中 我们经常会做到将一些适配器自己去写 也就是说我们的自定义适配器 那本节课当中呢 我们就来实现一下这个操作 那首先,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自定义适配器 大家应该都明白 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 是不是开一个Adapter 好,我就把这个适配器写到咱们这个类当中 比如我们叫做MyAdapter 计程子BaseAdapter 完事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要实现四个方法 好,我们把这四个方法呢 都来实现一下 这里面实现这四个方法 getCount,getItem,以及getItemID和getView 那同样的我们想要做到这些数据呢 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实体类对象 所以在我们的MPT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咱们已经封装了Potent对象 查询出来的数据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Potent 这个就是我们显示的 适配器类 那么接下来 我们想要进行查询 或者说想要使用适配器显示的时候 首先咱们先把一些空件数据化 那么在这里呢 我已经把ListView呢 进行微信数据化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去创建对应的 勾造器对象 比如我们把这个M小写一下 我用到的勾造器叫做MyAdapter 那对它进行数据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new出来我们当前这个适配器对象 那需不需要传参 其实是看一下 这个适配器是写在内部还是写在外部 如果写在内部 当成内部类使用的时候 这里面可以不用传参 如果写在外部 我们需要传入contact对象 以及数据人对象 来保证我们这里面可以作用到 需要显示的一些数据 好 那我们就来到这里面先去看一下 我们的getCount去做到的数据是什么呢 你比如在数据库当中 它分装的是一个一个的person对象 那我分页查询出来的 比如我们从第13的ID查到第26的ID 那我要想把它作为我们数据源 全部存起来的话 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 我们交往当中学到的一种结构 叫做集合 而且在集合当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list集合 并且集合里面可以存放对象 我们这里面就可以存放 一个一个的person对象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使用到的数据源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list集合 里面放着person对象 OK 不多说 我们就先把这个数据源呢 先给大家来拿出来 我们用list集合 范形当中呢 我们填充person对象 好 我们就叫做list 那这个list集合 怎么样进行出主化呢 这时候就用到我们工具类 去做查询 你比如我们要分页查询 分页查询 显示的数据源 也就是说我们最终 获取到的 其实是一个list集合 里面放了person对象 好 分页查询呢 我们把它放到工具类当中 所以在上面呢 我们再拿出来这个DAO 同样呢 我们把这个DAO呢 我们也对它进行出主化 好 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调用DAO 来执行一系列方法 在早前呢 我们实现query方法 但是它的返回值呢 是一个caster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操作工具类 重新写一下 我们分页的一个操作 好 来到有TO当中 我们打开personDO 如果想要去实现 分页查询的方法 它的返回值呢 刚刚我们已经确定了 就是list集合 同样里面放着 是我们的一个person对象 好 比如我们就叫做query bypage 那么这里面需不需要传餐呢 其实还是需要传餐的 你比如 我们需要查询第几页 比如我们给定当前的一个页码 inter类型的page 以及每页显示的数量 比如我们叫做inter类型的cap city 好 我们给大家来加一个注释 分页查询 执行的方法 这里面的page呢 就是需要查询的页码 inter类型的cap city 就是每页当中显示的容量 ok 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是我们list集合 放着pawson对象 咱们把这个return呢 也给大家拿出来 那首先 我们这里面需要缺少返回值 所以肯定要给它定义返回值 那我们在这里面 就先拿出来一个list集合 最终呢 我们去返回这个list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操控 把这个list的数据给它拿到 那么大家我们想要去操控它 拿到数据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调用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也是我们数据库 deo风光的方法 而在上方呢 我们已经获取了数据库对象db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使用db 去执行一系列的代码即可 那分页查询怎么去做呢 我们已经有了页码 以及每页当中显示的容量 其实咱们来判断一下 比如第一页 配置等于1 那么它查询的数据 是不是从我们第一条数据 然后往下去数typecity的大小 然后把这些数据给它拿出来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使用circle语句的话 大家应该记得咱们这个limit 对吧 所以我们呢 先去写一下咱们这个circle语句 string类型的circle select sync from 咱们当前的这个present limit 问号 so号 问号 这样的话 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问号表示的是 上位-1 表示从哪条数据开始查询 那站位幅2呢 表示向后查询多少条数据 ok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是从哪条数据开始查询 需要计算 对吧 往后查询多少条数据呢 其实可以扔到我们当前这个capacity当中 那如果我们需要db对象 去执行我们这个row query的时候 首先可以扔进去我们当前这个circle语句 并且呢 它后面还需要填充一个string类型的数组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string类型的数组呢 先给大家拿出来 第一个值 string类型的 我们要填放的是从哪条数据开始查询 所以大家 这条数据是不是 我们第一页是配置-1 乘以我们的capacity 这样的话是我们开始的一条数据 对吧 并且我们加上空字不串 来表示我们当前是一个字不串 同样呢 第二个参数我们表示的是向后查询多少条数据 其实就是我们当前这个capacity 当时我呢也要把它表示成数据 所以呢我也写成咱们这样的一种形式 好 这就是我们当前所执行的这个circle语句 以及它里面所使用到的一些内容 ok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一个string写错了 好我们替换出来 这个row query呢它的返回值呢 还是一个caster游标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不直接返回游标了 我们返回的是一个利色集合 里面放着person对象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操控这个caster 在上节课当中我们已经给大家画出来那个caster游标 它所显示的一些内容 那么本节课当中我们要把这个caster给它取出来 该怎么取出呢 大家接下来是不是就需要便利caster 取出游标当中的内容 那怎么进行取出呢 大家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caster游标它封装的一些方法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方法叫做module first 它叫移动到游标的第一条所影位置 module last的顾名思义是移动到最后一条 module next呢是移动到下一条 并且它们的返回值其实都是一个bollen类型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调用对应的方法 你比如我们取出数据是把游标移动到某条数据上面进行取出 并且取完了之后我们还要让它游标继续往下去移动 所以我们调用这个module next是比较合适的 那我们需要取出多少数据呢 这些数据容量固定吗 不一定 所以在不定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使用well循环进行处理 那么这个循环的条件是不是正好就是我们caster to move to next 表示是如果还能继续往下移 那么是不是就代表有数据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取出数据 所以在这要循环内部就是取出数据的代码 并且怎么取出数据呢 大家caster游标封装的数据怎么取出呢 我们有一个get方法 并且你取出是什么类型的 你就直接拿什么类型 这里面有一个inter类型的clome index 它表示字段索引 所以我们要根据字段名获取到字段索引 这里面呢我们就连续调用caster.getclome index 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方法 它表示的是根据当前的clome name字段名 来获取到这个字段在我们当前游标当中的所有位置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方法调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取出来 在这里面封装好的 你比如我们要取出name 它就表示name字段在我们当前caster移动到下一个位置之后 取出来的数据 好我们把它承接一下 咱们就叫做string类型的name 同样剩余的age和address呢 我们也同样的方法进行取出 还有id ok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我们已经完整的取出来了address age以及id 那么取出这些值呢 我们可以干一件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一个的present对象 所以我们就new一个present 把我们当前这个present呢 里面的构造方法 咱们给它填进去 比如这里面我们又缺一个带有id的构造方法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到当前这个类 补权一个带有id的构造方法即可 所以这里面选中generate 然后我们给定它对应的construction 我们把id name age address呢 我全部选中 把这个构造方法补权 回到前面来 我们进行提示一下 好id扔进去 name扔进去 age扔进去 以及address也扔进去 好这样一个数据呢 我们就已经保存完成了 并且我们把这个present对象呢 我们再给它add到我们当前的这一个 例子即可当中 最终返回present即可 大家可以发现在这里面 我并没有把这个id 完成咱们-id的一种形式 那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面我使用到的适配器是谁 是不是我们当前自定义的适配器对象 对吧 而自定义的适配器 不需要咱们id字段的一个匹配 并且这里面也回顾的处理 我们之前带满的一些遗漏点 比如大家 我们最终返回这个例子即可 是有值的 但是返回完之后 我们当前这个游标对象 需不需要关闭呢 以及我们之前写过的这个db对象 又是否需要关闭呢 这里面我们先把游标关闭掉 因为其他的db对象呢 我是使用公共类的方法 直接来获取到的 所以要关闭呢 我们可以到最终一块来关闭 当然我们会在下一个案例当中 直接给大家写一下 咱们这个数据库怎么进行关闭的操作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游标已经取出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关闭到游标 当然在进行我们well循环之前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次判断 if 如果我们cars 当它不等于空的时候 比如我们真正查出来数据了 然后再去便利cars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处理这些数据 并且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关闭掉cars游标 怎么进行关闭呢 我们直接调用cars对象 它有一个close方法 既能关闭掉我们当前这个cars游标 OK这样的话 利cars游标也能返回 咱们公共类的方法呢 就已经写完了 回到前面栏 我们调用的query by page 传入当前的一个页码 比如我们查询第二页 每页我们显示十条 这时候呢 我们是一种写死的状态 当然到后续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玩成我们空件当中去做到的效果 get count 其实我们拿到的是谁 我们要显示的数据源 这个数据源是不是一个利cars游标 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利cars游标 有多少条 我们就显示多少条 所以是list.sive get item 我们使用list.get 跟上咱们当前这个position 当然它的返回值呢 我们现在可以改成person item id呢 我们可以返回当前这个item的id值 比如我们叫做get item 跟上当前咱们这个position 并且继续调用它的一个get id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它的id值 然后这个get view呢 我建议大家使用我们 之前在学习适配器的时候 咱们做到的一种效果叫什么 叫做list.view的优化 使用我们viewholder效果 那我呢 就在这里面先给大家去写一下 怎么去实现这种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方我做了一个复用的类 这个复用的类呢 就是我们即将操作的类 我呢先在这个对象当中 把这个声明先获取到 并且刚开始加载的时候 我们if类型的判断 如果咱们convert.view等空的时候 我们进行映射对应的复局 给convert.view复值 else呢我们就取出来 接下来我们会打标签的一个值 所以这里面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些内容 如果大家对这个知识点不理解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list.view优化的一些章节 查询相关的一些资料 好这里面呢我们直接使用layout 调用它的一个from 从上前上下文对象当中 你比如我们使用的是 querybypageactivity.this 并且继续调用我们的in-flight方法 我们调用2.layout. 比如我们使用 samplecast.adapt.it 我呢就直接分用咱们上级课 使用到的这个复局文件 好这样 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是一个view对象 我就直接给我们convert.view进行复制 然后呢我们就把holder进行复制化 接下来呢 我们把convert.view当中的所有的空间 都给holder来复制 convert.view.find.view.id r.id.adaptor.address 我们复制给谁呢 复制给我们holder的address 好我们进行一下强制类型转换 接下来age以及name呢 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 只需要做一个标记 就是打标枪 我们使用当前的convert.view 再用它的set.tag 扔进去我们当前这个holder对象即可 von的这个流程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从这里面呢 再取出来这个holder 使用我们convert.view.get.tag 当然呢它需要一个强制型转换 我们呢给它转换一下 好取出来标签之后 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操作 就是一些复制操作 给holder当中复制 就可以实现给convert.view显示的一种效果 address.set.task 从哪里面进行取出呢 是不是从我们当前这个getItem方法 比如我们传入的position传进去 连续调用 复制address 我们取出来address 这个getItem方法 其实就是调用我们这里面的方法 好 age和name呢也同样 age复制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传入的是一个inter 类型的值的时候 它找到是insid 所以我在这里面直接加一个空字不串 好 最终返回值呢 其实是我们的convert.view对象 我们进行返回 OK 这样的话我们的适配就已经做完了 大家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显示 显示适配器即可 我们使用list.view对象 这样它的setAdapter 扔进来我们当前写的这个myAdapter 好 大家咱们来看一下这个query by page activity能不能实现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manifest 把这个页面呢我们来注册一下 让它首先直接进行显示 OK 那我们把这个当前项目呢给大家来启动一下 运行到我们模型器当中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的数据其实已经查询出来了 然后我们查询是什么呢 从里49到里48 那查询的数据是不是正好就是我们要查询的第二页 并且每页显示10条呢 我们打开数据库 我们对比一下 你比如每页显示10条数据 咱们刚开始ID就已经是13了 然后呢 我们往后去数到10条 一直到22 所以接下来我们从第二页开始 也就是从里49往下继续数10条 正好就是我们在一页面当中从里49往下去数的一些信息 当然这种呢是我直接写死的一种状态 我们在下一个案例当中呢 我们会把这些操作呢 直接用我们空件来替代 比如我们可以实现点击一块内容 然后显示下一页的内容等操作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分析查询的一个案例 其实使用到的就是我们Limit的一个操作语句 那么在本集课结束呢 给大家留一个小点的练习 比如我们可以实现在ListView下方 咱们添加一个Footer的一个View 然后实现点击之后加载第二页的数据内容 这个呢其实就是操作我们当前这个页面 你比如我在下方给他添加一个Footer 我一点击OK 下面再加载出来第二页的一些内容 这个其实实现起来也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查询第二页的内容 并且把它添加到我们立色集合的后方 这样的话我们进行查询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立色集合 然后更改数据员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调用适配器的 Notify Data Site乘质的这个方法 来通知我们适配器数据员发生更改 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我们会在下节课的案例当中呢 直接给大家代入 以上呢就是我们本集课当中 给大家讲的分页查询的一些操作 感谢大家 观看安卓存储的实现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麦克学员更多精品课程